今天是我們2006公共發起工人絕食 民進黨砍架 工人絕食行動的第二天 從昨天的10點 早上10點25分 我們一直絕食到現在 現在已經超過了24個小時了 但是我們非常遺憾的看到 今天不止勞動部沒有回應我們 官方這些行政單位沒有回應我們 甚至今天勞動部還出了一個說明 他說今天如果要兩立假的話 他還在模糊焦點 我們第一個七天假還給我們 如果他說如果是兩立假的話 這樣子中秋連假就沒有辦法連休了 為什麼 因為過去是用休息日的方式來進行挪移 這頭說法完全是鬼扯一通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如果你今天14週休二立 同時之間保有勞工的完整的19天國定假日 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七天假還給勞工 這個同時 郭忠祐也曾經講過 只要七天還給勞工 這個七天國定假日是可以勞動的 所以我們訴求很簡單 即便明天會華文會朝野結商 有所謂的一個月冷凍期 我們堅決反對 因為他一樣實在完成 這個為政院法護防的程序而已 到八月 到下一次臨時會 根本連他都不用談 直接到院會裡面進行表決 在民進黨議長獨大 全面執政的國會裡面 我請問大家 勞工的權益還有什麼轉盤餘地嗎 沒有任何轉盤餘地 民進黨車案 民進黨車案 還我七天假 民進黨車案 還我七天假 還我七天假